高雄前例傳出上百台機車坐墊遭到割破的案件 當地好幾個村的機車坐墊都被割破 警方第二監視器才發現原來是一名男子 趁著凌晨持工具犯案 市民一早起來要騎車出門 就發現了有的人是先用膠帶黏起來或套子套住 有的則是直接前去修理 警方也根據監視器來追起歹徒 住在前町的居民一早起來 都發現機車坐墊被割破 不找人第一時間是先用膠帶黏住 或是套子套住 三四個村的範圍裡有上百台機車都遭殃 居民一早的問候雨變成了 你的機車坐墊有被割破嗎 居民抱怨連連 因為光是補坐墊就要好幾百塊 要是換新的 一台車更是要上千元 村子裡專修坐墊的貨車 也因此大排成龍 警方接獲報案後 調閱監視器發現一名身穿身色上衣 背心的中年男子犯案 二十五號趁著凌晨四下無人 一台車接一台車的哥 一整排車幾乎都逃不過 目前也根據監視器影像追起嫌犯 記者綜合報導